最后呢 非常恭喜 微道场的还有我们道场的登场同学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没有办法邀请所有的获奖同学上台 觉得有点可惜 但是今天还是非常谢谢我们演出的同学 他给我们一个快乐的两个小时 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也非常谢谢各位来宾的丽玲 用音乐艺术教育推动人人有品格生活 达成微笑龙坛 品格成乡的愿景 龙坛乡第四届乡长杯 学生音乐比赛圆满闭幕 非常感谢长官们的支持 家长们的历历 还有大小朋友们的参与 期待你们明年有更精彩的演出 也谢谢我们的家长 更期待明年再见 谢谢大家